Hello 大家好 天气这么暖和 我又想再遇一点其他的种了 这是我去年留的苦瓜种 这个核就是先用水都把它湿透了 你这苦瓜种怎么来的 苦瓜种 苦瓜种是我去年留的 我还录下来怎么样 那个留的苦瓜种 我可以瘦一下 那留的苦瓜种 就是一个老的是不是 对就是那个老的苦瓜 我到时候可以把那个录像 放在这上面看一下 就是怎么留苦瓜种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水 盘里的土把它湿透 用水把它手把它都摁下去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平了 然后呢我就 比较塌死了 每一个摆两个种 每个摆两个种 对 我经常看到这个苦瓜的皮 苦瓜种的皮很薄 很容易破 所以说也不需要去剪它 就这样放里边就可以了 所以它很容易穿破 对很容易穿破 然后呢就再放上土 就ok了 拿一下这些土 嗯对 把这个土盖 盖薄薄的一层 可以 那到时候再浇上水 浇水的时候要用霧的那种 不要喷的太厉害 这就可以了苦瓜 嗯对 这是苦瓜 对 嗯 还有什么种 我还有一个这种 就是这种 这叫什么呀 就是这种 这种 像杯手一样 对就是杯手 哦杯手 就是杯手 对这种杯手 嗯 杯手挺好的 我想种一颗 嗯 哎 我放在这个大盆里吧 哦行 这个大盆 这个盆都好 那我这个就不用再换了 这个就在这个大盆里边就行了 就是说也是 直接从大盆里 盆里种杯手 就可以了 不再医出来了 我看看杯手的种子 种子很小 看不出来 你看了吗 哦 在这很小 很小很小 所以说你就要把这个地方要 把它弄结实了 要不的话 大概一寸的深度 对 一寸的深度 然后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这杯手不用摘很多 一颗啊 就够了 所以我就想摘了以后 就在这个盆里 因为每天经常从这洗菜 然后就顺手浇一浇就行了 对 因为这杯手也不是吃太多 吃不了多少 所以说用花盆种就可以了 要是没有后院 就放到阳台上就行了 那一个这样的桶 放这里边就可以了 我看看这个杯手的种子 对 看这个杯手 看这个杯手的种子 很好 就是它杯手 杯手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九层塔呀 不知道中国叫什么东西 嗯 就是这 长出来就是和这个叶子是一样的 就是你做什么做菜的时候 不是做菜枪 做鱼啊做什么东西的 嗯 倒是放一点里边 嗯 就是去腥的 去腥有一个解毒 有很多好处 对 然后呢 还有两个西葫芦瓜种 西葫芦瓜 对 这也是自己留的 也不是 是别人给的 别人给的 西葫芦 对 这个西葫芦的话 你就是从这发了芽以后 到时候再移苗移走 对 这个瓶太小 这个瓶太小 这个需要移走的 然后再再另外一个 在那个红的上面吧 那个 两个都一样的 靠近一些 对啊 你这样都弄的 嗯 靠近一些 这一颗 这一颗 葫芦 其实有两颗瓜就足够了 吃多了以后真吃不完 对 葫芦 这个葫芦 瓜类的东西 瓜类的 有两颗 要是能长 它是不是可以 就是满地爬 还是那个 爬到那个 架子上 这个不需要爬架子上 嗯 像苦瓜 你就得要爬到架子上 对 像黄瓜 豆角一样 对 然后我还想 再遇几个那个 这个 冬瓜种 冬瓜 哎呦 冬瓜种不太好弄 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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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从买的冬瓜 那个店里面 买的冬瓜好像都很老 嗯 然后有很多的种 然后我就把冬瓜种 多放一点 因为有很多 你买一个冬瓜里面有很多种 对 所以我就 多放一点就行 这冬瓜 你可以多种一点 因为冬瓜 能放住 冬瓜 你结了以后 你要吃不完 嗯 你就可以放下就行了 放那个地方 多摞到那个地方 就能吃很长时间 有些 有些像那种 那种 那种 煮黑泥之类的那种瓜 你就放不住 所以说 对 黄瓜 煮黑泥都是 不太好 存放的 除非腌制 冬瓜 实际上 你撒这么多种子 也就是 最后 最后留一棵就行了 留一棵 每一棵 就可以了 对 没串 你已经学会了 出土了 哈哈哈哈 熏出来的 哈哈 熏出来的 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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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给你做 给对 我个sertificate 哈哈 给你个sertificate 这么多冬瓜 实际上 冬瓜到处 摘一个脚尖 然后让它爬去了 就是 顺着边 顺着边 顺着边就爬去 顺着粒粒粒粒子 有这么多种 放里边就算了 我不知道这个种好不好 剩下到这里边就行了 OK 现在这些都已经 这些都有了 都有了 这两行都有了 现在我们还有这个 这些是没用的 没用的 这个也有了 这个有了 对啊 这个种什么 这是苦瓜 对 哇 这个呢 就是这些瓶 这些盒 最好是能把它都放到 那个泥土地里边 因为泥土地里边 它可以 吸收大地的热量 然后有 有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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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反射出来 比较好一些 比较好 这样的话 到时候再浇上水就可以了 好了 一会儿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冲一冲就行了 今天就浴这么多 对 对 这个里边也有啊 这个瓜里 这个大里边也有 这个里边是Beso 这些没有 这些没有的可以 暂时先放到那边去 对 什么的都 都那个了 实际上我还有一些 那个炸的一些干的西红柿 咱把它放在这里边不行吗 放在这个大盆里边 不需要了 不需要那么多 够了 那个挺好的 那个挺好的 好了 今天我们又遇了一些种子 还没有那个了 还需要 你需要喷一喷 最后我们还有一套工序 就是说要喷水 这个水 这个你发现了吗 我们这个土啊 就是含量这个冒气比较多 就是那个粗 比较粗道的 这样的话 就让它 育种比较好 你看 你用这种雾水 给它们一头雾水 那不容易冲了它们 嗯 对 今年好像热的早一样 都出来以后都晒得慌 对 今年的这个天气 比较暖和 所以可以早碰 可以早碰 早碰 如果哪几天特别冷 到了夜里的话 你就可以 可以 对 找个东西盖一盖 或者是 搬到 屋里边 车库里都可以 对 比如说一些西葫芦啊 葫芦啊 还有什么苦瓜呀 冬瓜这样的 一般的都没有卖苗的 一般的苗圃都不卖 对 苦瓜冬瓜 你要想摘的话 只有自己一种 比较难 只有自己一种才好 去年的那个 那个瓜还长得还挺好 苦瓜啊 对 苦瓜还接了不少 对 其实我有一个苦瓜的视频 好像没放出去好像 往这找一下 往这找一下 这样的话以后就是每天都一定要保充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有地方放的话 把它放在地下 放在这个土上面更好一些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水泥地 我们做的时候在这样 就是天气暖和的时候 我们就会放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秀给你看一下那边 你看看我们育的种 现在我们都会放在这个土上面 放在这个土的这放 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它就能长得比较好 就是比较容易就是像在土的生长一样 你看水泥地上呢 它就有的时候太热 太热的时候 往往对这个它的根部生长也不好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右下方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我们有上百个视频 欢迎大家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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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